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二期226章 是他 就是他 黑云阴沉 夜色欲发生了 在这荒郊野外 苦真和原山老祖的契机 已牢牢将苏义锁定 两者笑容间的饥讽和轻蔑 也被苏义尽收眼底 他忍不住也笑了 道 也对 若早猜出我是谁 你们两个怎会在今晚傻乎乎来送死 苦真一正 原山老祖则下意识将目光扫了一下四周山河 道 你还有帮手 眼前的萧锦太淡定了 让两者都有些看不透 也不敢贸然动手 不等苏义回答 苦真已沉声道 他断不可能有帮手 今天行动之前 我已了解过 麒麟神族组长之女 岂为今天离开了神渊谷城 至于大长老 我已经在今晚的宴席上传音告诉他 老祖已经赶来 他很失去地表示 不会掺和进来 说着 苦真眼神中浮现一抹是血斑的森然光泽 而此地距离神渊谷城极为遥远 就是神主及人物要赶来 也要耗费一刻钟时间 可以说 此子已是插翅难飞 再不可能请到任何帮手 苏义笑道 的确如此 不过 我可没打算找任何人帮忙 他常常伸了个懒药 道 知道吗 我很高兴今晚你能带原山老祖前来 此话何意 苦真昼美 他感觉此刻的小姐 就像变了一个人 言辞和举止都大反常态 过往那段时间 我有伤在身 苏义拿出酒壶 轻饮了一口 也是前不久十号 才终于恢复过来 可惜的是 一身修为静是精进了不少 声音中 尽是感慨 在进入神域之前 他被地恶重伤 差点身允倒消 逼去酷 以至于过往那段时间里 不得不低调折服 也未曾再真正去厮杀战斗过 现在 难得遇到一个二恋神主为对手 这让苏义那沉寂已久的一身热血都被重新唤醒 心中斗志都被点燃 而听到这 原山老祖似乎明白了 忍不住大笑道 哈哈 你一个下位神 该不会是想和本座掰一掰手腕吧 有何不可 苏义深邃的眸子深处 涌起一抹难以遏制的沸腾战役 他随手收起酒壶 取出一把青铜伞 当空一抛 看 青铜伞瞬息变大无数倍 像一道灰暗的光幕 遮蔽天穷 笼罩十方山河之上 散面垂落的混沌气流 像无数奇异的符号 弥散出诡异神秘的力量 将外界彻底隔绝 捷运伞 苦真脸色微变 这绝天摩停的矿是重宝 怎会落入你手中 难道当初牛魁 王唐等人是死在你手中 苏义直接否认 道 三清道停坐的事情 和我削减有什么关系 到了现在 你还敢狡辩 苦真震怒 简直该杀 元山老祖则若有所思 道 有这把伞隔绝 外界道也不错 省得动手时产生的动静 引来其他人 苏义笑了笑 道 我也是如此想的 他白衣圣雪 从容地立在那 又祭出捷运伞 遮蔽这片天地山河 让苦真和元山老祖 都愈发感觉不对劲 看来 你手中必准备有大杀气 才敢这般有恃无恐 元山老祖眸光闪烁 不如趁现在亮出来 让我等看看 苏义掐指算了算时间 道 可以 杀 他身影凭空消失 下一刻就出现在 元山老祖不远处 一拳打出 恐怖的气血力量震天 让这一拳打出时 直似有烛龙降临 朝元山老祖扑杀过去 苦真呆住了 一个下位神 竟然敢不知死活地 直接对一位二恋神主动手 他这是死也要死在神主手底下 而不愿死在自己手中吗 元山老祖也有些意外 但 作为神主 他反应并不慢 随着一身气机轰鸣 他那蒲扇般的大手 没得如刀锋扬起 一劈而抽 安 苏义这一拳顿时溃散 元山老祖眼神浮现一丝不屑 末地一步踏出 如刀锋般的掌指再度扬起 欲趁机一举将近在眼前的 苏义彻底镇压 可这一瞬 苏义周身上下骤然响起 一阵滔天的枪枪剑鸣声 一片如混沌般厚重的 狂暴剑与迸发而出 多好 元山老祖眼瞳收缩 打破脑袋也没想到 刹那剑而已 眼前这削减就像变了一个人 那一身的威能暴涨了不知多少倍 此时以来不及闪避 元山老祖猛的一声冷哼 全力硬汗 且 他绣跑骨当 身影暴战如潮般的 黑色神道秩序 演化为十八重秩序界闭 也就在他做出这一切时 漫天狂暴剑雨怒斩而下 哼能哼能 震耳欲聋的碰撞轰鸣响彻 附近虚空如纸壶般炸开 附近山河崩碎清他 肆虐的毁灭 洪流随之轰然扩散 元山老祖身影暴退 满脸惊怒 力声道 你究竟是谁 那剑道力量之恐怖 超出他的预判 将他身前十八重秩序 借壁都彻底摧垮 他一刨破损 浑身几乎都被撕裂出 一道道血淋淋的剑痕 虽然伤势不重 却颇为狼狈 远臭 苦针如遭雷击 惊得眼珠都差点掉出来 一击而已 竟然伤到了元山老祖 这是下卫神的战力 苏毅心中也惊讶不已 他先是敌已弱 而后已全力出手 本想杀元山老祖 一个措手不及 谁曾想 这老家伙竟是颇为了得 硬生生抗住了这一切 赢了我 你自然清楚 苏毅笑了笑 身影挪移 再度出手 只不过从此刻开始 他一身道行 已彻底不再掩饰 施展真正的剑道之力 看 他踏步虚空 周身萦绕一万混沌般的剑气 灰色神秘 将万丈长空都压他 随着他挥手 一道混沌剑气骤然斩出 简简单单 却有霸天绝地之势 元山老祖一声目鹤 悍然出击 他是一位炼体成神的妖修 肉身无比强悍恐怖 自身的气血力量 就堪比最顶级的神宝 随着他将那二炼 地步的神主机 倒横全力施展 天地都随之剧烈震颤 但 元山老祖挥拳之间 就将苏义斩来的剑气轰碎 强大的令人心颤 可这正和苏义心意 他仰天一声长笑 长指如剑 牵引一条若九天银河般的混沌 剑气怒斩而下 刹那间 他已和元山老祖厮杀上百次 剑气如潮 纵横交错 明明是造物镜下卫神修为 可那一身战力之恐怖 却和元山老祖杀了一个旗鼓相当 这根本不是竹龙一脉的传承 苦真彻底变色 手脚发凉 他的战力也根本不是下卫神可比 完全都能轻松杀死上卫神 这一刻 苦真终于明白为何之前 削剑不屑对自己动手了 很简单 因为自己这样的上卫神在他眼中 完全就没有任何威胁可言 他 他究竟是谁 这世上怎会有如此离谱的下卫神 难道说 他根本不是造物镜修为 而是一个隐藏了真正实力的老怪物 苦真脸色变换不定 从第一次见到削剑时 他就察觉着年轻的竹龙后裔身上有问题 可打破脑袋 他都没想到 削剑身上的问题会如此大 如此甚人 他 战场中 元山老祖一声怒吼 挥拳如锤 一举将苏义轰退出去 他须发怒章 周身气血如乱是火炉在燃烧 胸威恐怖 强大到足以让世间大多数上位神都胆寒绝望 但 伴随着他踏步 刺目的黑色秩序力量如潮水般扩散蔓延 硬现出日月毁灭 阴阳逆乱的恐怖一象 数百丈外 苏义擦掉唇角一缕鲜血 心中感慨 二恋神主 的确要比一恋神主难缠太多了 而元山更是一位肉身成神的神主 远比同阶的神主更可怕 多克越是如此 苏义内心越是振奋 战斗到此时 已让他彻底印证 如今的自己哪怕不动用外物 也能弄死一恋神主 还能去和二恋神主抗衡 既然你真正的身份是剑修 为何不见你拔剑 元山一声大喝 挥拳爆杀而至 苏义不理会 依旧赤手空拳 与之激烈厮杀 许久不曾厮杀战斗 而今好不容易碰到个堪称危险的大敌 他自不会一下子将底牌全部暴露 他需要这样的战斗 来进一步锤炼自身 他也无比享受这样的激烈争锋 当太久不曾酣畅淋漓地战过 那种痛快欣喜的滋味 何人能懂 是啊 苏义将那一身的剑道遭一极尽演绎 举手投足之间 便有无尽剑气迸发 元山老祖很恐怖 将他攻势一次次摧垮击溃 可苏义却一次次撑住 愈挫愈勇 杀到兴起时 那没烧尖尽是疏狂张扬的神采 浑身上下明明富商累累 可一身神威却辟匿膩霸道 锋芒无伤 这一切 让元山老祖都不禁惊诧 难以置信 他确信 这小简的确是造物镜修为无疑 因为他执掌的神道力量 神道法则 都是造物镜层次 根本做不得假 可偏偏的 那一身的剑道力量 却恐怖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也就在此时 场中呼得响起苦针的大叫声 老祖 他 他是苏义 声音中 有恍然 但更多的是惊骇 透着歇斯底里的意味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二期227章 苏义真正的战力 苏义 元山老祖到西凉气 心中俱阵 原来是他 那个被诸天神佛 所通缉的天下功底 义道玄 李浮游的转世之身 而且 世人都在关注 三清道亭 针对古族西式的 这一场行动 因为谁都清楚 三清道亭的真正目的 是逼迫苏义现身 可谁能想象 这家伙竟然早已 混入到他们清无神庭 并且如今还担任着 夜游店副店主的职务 简直太匪夷所思 嫌疾 元山老祖心头 就不可抑制地 涌现出一抹赤裂的杀机 眼下 若能倾下苏义 保管世间无人知晓 而他们清无神庭 则可以第一个将轮回掌控在手 将那纪元活种据为己有 当想到这 元山老祖浑身气势都变了 一身胸威骤然暴涨一大截 这位二恋神主之前竟是保留了实力 他 他喝气成雷 谋战神盲 蒲扇般的大手结印 直似在挥动一杆长枪般 骤然凿穿长空 笔直朝苏义次去 是大力尘 无坚不摧 那霸道的一击 牢牢将苏义一身的契机锁定 震慑在苏义的心境和神魂中 也将他附近虚空兜风镜 逃无可逃 必无可避 那等风采 凶横无伤 天 一缕剑银骤然响彻 激荡久消 元山老祖眼眸刺痛 下意识眯起来 而在苏义掌尖 则有一把刀剑横空而起 剑锋直指元山老祖 砸来的一击之上 恰似针锋对脉盲 伴随一道震耳欲聋的碰撞声 一股毁灭天灭般的 力量洪流骤然席卷扩散 而两人的身影 则随之在这一刹分开 元山老祖右手鲜血淋漓 出现一道剑痕 直接差点都被斩断 苏义胸腔起伏 手中道剑聚颤 迟迟剑 哈哈 果然是你这个异端 元山老祖一声大笑 再度出手 苏义屈指一抹剑锋 毫不退让 再度与之激烈厮杀起来 一剑在手 苏义一身战力随之暴涨 也让他一身剑到 造诣得到空前的释放 但元山老祖太过恐怖 雄横霸道 虽然在激烈厮杀中 多次被苏义的剑锋划伤 可他肉身近乎不朽不坏 根本不在乎那些伤势 你道行太弱 法则太低 纵然拥有一身逆天战力 可在如我这般的不朽境神主面前 连我的肉身都坏不了 和乙软基石有何区别 元山老祖眼神中尽是暴力不懈的光泽 他出手欲发肆无忌惮 以力破剑 碾压而行 霸道无边 反观苏义 纵使动用持尺剑 也仅仅只能招架而已 可在远处观战的苦针 却无法轻松 反倒第一时间提醒到 老祖莫要大意 此子当初在街隐星路上 曾从多位酒链神主的祖阶中逃脱 手中必有极端恐怖的底牌 元山老祖眼眸咪了咪 笑道 本座当然清楚 你放心观战便是 唐能 战况愈发激烈 苏义身上的伤势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 反观元山老祖 虽然浑身血淋淋的 到处是触目惊心的剑伤 可那一身胸微不减反增 胸晃得一塌糊涂 本座道要看看 你还能撑多久 元山老祖宁笑 那得先看看 你能撑多久 厮杀中 苏义抓住一线机会 拿出酒壶喝了一小口 他 一股沸腾如熔江爆发般的力量 骤然扩散苏义全身 他那一身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过来 连那消耗的修为 都随之恢复巅峰状态 神酿何求 来自麒麟神族的矿石奇珍 神主及老怪物 都苦苦寻求而不得的绝世神物 这 元山老祖眼瞳骤然一宁 苏义身上的伤势飞弹 在眨眼间恢复如初 连那一身契机都更进一步 沸腾如染 该死 元山老祖震怒 他哪会不清楚 若这样下去 纵使再将苏义重创 后者也能很快就恢复过来 简直和不死不灭莫区别 老祖快动用杀招 但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元臭 苦真也察觉到不妙 心中焦急 忍不住大声催促 闭嘴巴你 本作杀敌 何须你来指点 元山老祖怒吓 他眼眸发红 随着身影一晃 轰隆一声 竟一下子化作一头千丈高的太古神缘 一身皮毛金灿灿的 流淌着瀑布般的浩瀚血光 一对眼眸亮若日月 而他一身的胸威 则在此刻足足暴涨了一倍 那一身精气神都像在疯狂燃烧 禁忌秘法 血缘九转树 这是一门以焚燃自身气血为代价 令自身战力翻倍提升的秘法 也是元山老祖的压箱抵杀手锏 诚然 他没有什么宝物 可他一身的气血和肉身 就是他最强悍的宝物 是啊 一拳之下 苏义连人带剑 直接被轰飞出去 再无法抵抗 此刻的元山老祖 简直就像从太古洪荒中走出的古老蛮神 是啊 他近乎疯狂 全力下死手 根本不打算再理苏义任何挣扎的机会 自始至终 苏义神色都平淡如旧 而此时 随着元山老祖动用杀手锏开始下死手 他当即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致命威胁 看来 哪怕我一身修为已接近造物境大圆满地步 可要仅凭自身实力还不够杀死这样一个二恋神主 苏义按道 当做出这样的判断后 他不再迟疑同样动用杀手锏 天 随着他扬起手中持指剑 此剑剑锋顿时产生闷雷般的轰鸣声 一股灰色恐怖的神秘剑微随之弥漫而出 那是九玉剑的威能 不是气息 而是真正的九玉剑之力 在此刻被苏义直接动用 事实上 当初在苏义突破纠集之近 正到成神之后 就已能够动用九玉剑的力量 哪怕仅仅只是很小一部分 可也比以前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毕竟 以前的他只能动用九玉剑的气息而已 而现在 当他把九玉剑的力量加持在驰驰剑上 驰驰剑都在剧烈嗡鸣 似乎要承受不住那等堪称无上的恐怖剑威 哎 元山老祖心中一阵 敏锐察觉到了这种变化 脸色顿时一倍 这是何等力量 难道就是那苏义的杀手锏 还不等他多想 苏义已经纵剑杀来 他 一剑斩下 天地像画布般 骤然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 覆盖在四面八方的捷运伞 此刻都被惊动 震颤不休 而面对这等一剑 元山老祖那千丈高的身影骤然一将 肌肤刺痛 毛骨悚然 不好 当这一剑斩来时 他才真正体会到那等剑威是何等恐怖 让他这等二恋神主都有窒息般的绝望之感 根本不敢有任何犹豫 元山老祖那千丈高的身影骤然缩小 同时朝一侧闪避 他 剑气斩落 天崩地陷 饶是元山老祖以第一时间闪避 依旧被那恐怖的剑一扫中 躯体都裂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 神血如泉水斑崩溅出来 他一声闷哼 脸色煞白 那剑气恐怖到令他感到心颤 口针 你还愣着做什么 快一起出手对付他 元山老祖怒吼 他 声音还在回荡 苏毅早已挥剑杀来 剑气如匹链 腰脚如棱 一剑而已 将元山老祖的一条左臂斩落 他纵使全力抵挡 都难以抗住那杀伐器堪称无上的恐怖剑威 他 几乎同时 苦针出手了 纵身祭出一把狭长尖刀 朝捷运伞劈去 你做什么 元山老祖震怒 苦针根本不理会 全力去对付捷运伞 一下子 元山老祖彻底明白了 这苦针察觉到局势不对 还不等分出胜负 就已打算突围逃走 你这混账 元山老祖记得眼睛发红 打破脑袋都没想到 苦针这老小子如此不忠用 可他来不及做什么 因为苏役早已再度杀来 公事如雨 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眨眼间 元山老祖被一道剑气轰飞 躯体差点被拦腰斩断 出现一个巨大的伤口 他仰天发出一声嘶吼 疯狂般出手 不是不想逃 而是苏役根本不给他机会 死死将他缠住 老祖我不能死 否则再没人能揭穿 削减的真面目 苦针一边大叫 一边轰击捷运伞 我必须活着离开 所以才狠心看着您赴死而战 声音还在回荡 捷运伞的力量已撑不住 被他轰得剧烈摇晃 出现一道通往外界的裂痕 你这孽障 元山老祖咆哮 恨意十足 也就在这一瞬 一道剑气从天而降 从元山老祖头顶贯穿而入 将他整个人从上到下凿穿 他 他眼珠猛地凸起 瞪得滚圆 掀起 整个身影像被劈开的竹子般 四分五裂 鲜血飞洒 魂飞魄散 一位二恋神主即存在 就此暴毙 完全死不瞑目 带着浓浓的不甘和愤怒而死 而与此同时 苦真早已逃出捷运伞覆盖的这片天地 朝远处掠去 这让苏义都不禁皱眉 他也没想到 苦真非但见死不救 反倒会趁着元山老祖还没死的时候 就直接选择逃走 这份心性可不是一般的果断和狠辣 无论如何 也得弄死这老东西 否则身份一旦暴露 可就再没法再轻无神庭待下去了 苏义没有任何耽搁 第一时间展开追击 他手中有持耻剑 倒也不担心苦真能真正逃脱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二期228章 师祖宫 夜色深沉 虎真在亡命奔逃 哼 在他身上 燃烧着一张张秘符 那是桃顿秘宝 每一张都无比珍贵 寻常使号他也不舍得动用 可现在 他一咬牙全都用了 愁此 他还施展遮掩气息的秘法 以自损到横为代价运转的挪一顿术 这一瞬 虎真恍惚间有一种感觉 哪怕是被神主级人物盯上 自己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逃出生天 可惜 这里是灵霄神州 身上的传信秘符 无法第一时间传到宗门 虎真心中焦急 必须得找个地方 把消息传回去 真不行 就去三清道亭 拿消检就是苏一所假扮 这份消息进行交换 虎真一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 心中就一阵战力和后怕 原山老祖那等二恋神主 竟都不是苏义的对手 可以想象 此次若不是他察觉不妙提前逃走 绝对有死无生 消检 不 苏义 我一定要让你为此付出代价 苦真暗自咬牙 就在此时 他呼得悲极发寒 心中涌起强烈的经济和不安 几乎出于本能的 他豁然抬头 视野中就看到 黑云遮蔽的夜空上 呼得有一抹亮光乍现 那是一道剑气 璀璨到极致 犹如划破万古黑暗的第一道光 照彻天地 照亮山河 也将苦真那正在逃顿的身影照亮 他 他怎么追上来的 苦真脸色煞白 亡魂大冒 下一刻 他 剑气展落 驱散黑暗 踢开长空 在天地间留下一道笔直的裂痕 苦真那干瘦哀小的身影 则像灯火中焚燃的一个小虫子 刹那间灰飞烟灭 临死 他都想不明白 苏义究竟是如何 做到这一步的 片刻后 苏义的身影凭空出现 当确定苦真已彻底毙命 他不由暗暗点头 指尖轻轻一敲齿齿剑 赞了一声 好宝贝 齿齿剑 画天涯之遥远为齿齿之近 无视空间之距离 而这 也正是苏义斩杀苦真的依仗所在 简单而言 有齿齿剑这等混沌秘宝 以后无论哪个仇敌逃走 都得承受来自齿齿剑的威胁 苏义抬手一抛 齿齿剑从天而降 归于袖口之内 而他则在战场中开始搜寻起来 坦快一些苦真遗落在场中的宝物禁书被苏义收起 其中一块玉剑上竟然记录着刚才苏义和原山老祖的战斗景象 抽携一块传信秘符上还详细描述着今晚发生的一切 还好没让这老阴货逃掉 否则我这个身份可就真瞒不住了 苏义撕损时 已把苦真所遗留的这些物品毁掉 只留下了一些神药和不朽神经 而后 苏义转身返回和原山老祖厮杀之地 他对这片战场又彻底清理了一遍 确保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后 正准备离开 呼的 他顿足于虚空 扭头看向远处 一道身影不知何时 已从远处掠来 锦衣华服 面容苍老 赫然是神渊古城麒麟商会的总管凡化圣 一位上位神 可让苏义感到惊诧的是 在凡化圣手中 却拎着一个人 大长老魏忠 魏忠披头散发 那如若青年般的脸庞上 写满阴沉和惊慕之色 当看到苏义时 他似预料到什么 神色顿时变得阴晴不定 苏义注意到 魏忠那一身遗恋神主层次的道行 竟是被完全禁锢了起来 而这 也正是让苏义感到惊诧的地方 凡化圣这样一位上位神 竟然活擒了一位神主 小老凡化圣 见过肖道友 凡化圣坐一见里 他是你亲下的 苏义问道 肖道友太看得起小老了 四位中长老这样的神主 可远不是小老能对抗 凡化圣摇头道 此人是被我麒麟商会的 一位老前辈所勤 吩咐小老亲自把他送到肖道友面前 苏义眸光闪动 这么说 你们麒麟商会什么都知道了 凡化圣连忙摇头 道 肖道友放心 今晚发生的事情 肖道友不清楚 其他人也都不清楚 说着 他将位中放在地上 至于肖道友如何处置这位位中长老 肖道友也会当作不清楚 苏义正了正 玄疾明悟 道 多谢了 肖道友太客气了 为您效劳 本就是肖老分内之事 凡化圣笑得很憨厚和谦卑 至于今晚的事情 过了今晚 肖老就会全部忘得一干二进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苏义哪会不清楚 这必然是来自启薇的吩咐 肖道友若没有其他吩咐 肖老就告退了 凡化圣道 苏义点了点头 凡化圣这才转身而去 场中只剩下了苏义和大长老魏中两人 夜色深沉 寒风萧瑟 大长老魏中溃然一叹 若我没猜错 元山老祖和三长老已经死了吧 不错 苏义点了点头 当初前往天鹅荒山的行动中 人面青鸟会青 黄长亭也是因你而死吧 独策 眼见苏义并未否认 魏中忍不住抬眼看过来 那你究竟是谁 苏义笑了笑 道 让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吧 魏中沉默片刻 道 好 苏义道 你和三长老所在的阵营是同水火 可为何今晚宴席上却默许了他对付我的行动 魏中神色复杂 道 不是默许 不是默许而是我清楚 在麒麟商会的地盘上 三长老根本没有机会对你不利 而我之所以没有阻止 也是想看一看 三长老究竟是否能揭开你的真正身份 可我没想到的是 元山老祖和三长老竟然都死了 苏义点了点头 道 麒麟商会为何又要将你擒下 送到我面前 魏中道 今晚你们离开神渊古城时 我也打算行动 一路尾随上来 看一看这一场热闹 可在刚准备离开麒麟商会时 就被一个老家伙阻截 说到这 他神色间浮现出深深的忌惮之色 我甚至没有看清楚对方的容貌 就被当场镇压 不出意外 那老家伙绝对是不是一般的神主及大能可比 苏义恩了一生 再问道 你此次前来灵霄神舟 究竟是要做什么 魏中一正 玄疾神色一阵明灭不定 诚然 你是一个依恋神主 在当今天下已是神境中的巨头级人物 可在不朽境层次 也仅仅只刚起步而已 苏义道 以你的心智 应该也清楚 哪怕能凭借逍遥游这把断剑找到苏义 也很难将其擒下 对见 那苏义曾多次从那些酒链神主手底下逃出生天 这等情况下 你为何还要单独行动 前来这灵霄神舟 是的 这就是苏义心中最想不通的一个地方 三长老子来灵霄神舟 为的是对付他 可大长老呢 又为了什么 他即便真要找寻自己 起码也得多带一些帮手 多做一些准备吧 可偏偏的 他选择了一个人行动 我的确是要找苏义 沉默许久 魏忠终于开口了 不过和对付他无关 苏义一正 道 那又是要做什么 魏忠叹道 我说出来 你恐怕也不会相信 不必再问了 要杀要刮 悉听尊便 我已预感到无论做什么 都已活不过今夜 你且说来听听 苏义问道 魏忠皱眉 反问道 我可以回答你 但前提是 你必须先回答我 你又是如何看待那苏义的 苏义眼神微微有些一样 道 不好说 魏忠道 你只需告诉我 是否是把那苏义当作了人人得而诸之的天下公敌便可 苏义不假思索道 什么叫人人得而诸之 那些曾是苏义为敌的老家伙 可代表不了这神域天下的云云众生 魏忠禁不住赞道 说得好 苏义一愣 万没想到自己随口一番话 竟还会得到魏忠的认可 你也如此认为 他问道 独策 魏忠点头 他似终于做出了决断 但 你不是想知道我一个人前来灵霄神舟的目的吗 很简单 就是想见一见苏义 劝他有多远逃多远 不要掺和古族西式的事情 苏义愈发感到意外 你 为何要这么做 魏忠笑起来 我已是将死之人 自不介意告诉你 实不相瞒 那苏义 便是我魏中的施祖公 苏义 他差点忍不住想说一句 我何时多了你这样一个徒孙级的后辈 可他最终硬生生忍住了 略意私存 顿时猜出一些端倪 道 在清无神庭 你莫非施成羽心尧这一脉 羽心尧便是一道玄的道理 也是华红针的师姐 同样来自清无神庭 却见魏忠惊叉道 你竟然知道我这一脉失足的事情 你究竟是谁 须知 早在很久以前的时候 与心尧因为何意到玄节为道理的缘故 最终被宗门除名 甚至 在宗门中 有关与心尧的事迹早已被封禁起来 时至今日 清无神庭上下 只有一些为高权重的老家伙才知晓此事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 宗门还有与心尧这样一位师门先祖籍人物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仪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二期229章 造极之秘 三灾六难 苏语谈起与心尧的事情 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一道温柔书静 空灵出尘的剑影 一些往事也点点滴滴浮现心头 易道玄生前 有过两个女人 一个是绝代魔主吕青梅 一个便是宇心尧 吕青梅如魔女 心性难测 风华绝代 宇心尧则温婉恬静 与世无争 论感情 易道玄和吕青梅在一起时 就像燃烧的烈火 浓厚的烈酒 轰轰烈烈 快意恩仇 而和宇心尧在一起时 则如温润无声的春风相伴 平静 诚实 惬意 任务细无声 随着时间发酵 感情也随之欲品欲醇 可宇心尧骨子里 却是一个极为有主见的人 他只有在易道玄身边 才会温柔如水 温润如玉 从不彰显自己的主见 这也是为何 当初宇心尧和易道玄被算计时 不惜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为易道玄杀出一线生路的原因所在 宇心尧的傲骨和主见 从不显露 可只要他做出决断 就可以毫不犹豫为易道玄而死 此刻 苏义回忆这些往事 内心也不禁感慨 易道玄一生坎坷其苦 但在和宇心尧在一起那段岁月 无疑是幸福的 沉默片刻 苏义道 我进入清无神庭的墓地 就和与心尧有关 只是没想到 你竟会是与心尧这一脉的传人 魏中不禁惊恶 道 你是要为心尧祖师洗刷清白 为其证明 苏义摇头 不止如此 说着 他抬手解除掉魏中身上的封禁力量 而后摊开手掌 把萧瑶游还给我吧 魏中犹豫了一下 这才将萧瑶游取出 还给苏义 而后说道 若你是为心尧祖师的事情而来 我完全可以和你合作 合作 苏义笑了笑 如何合作 魏中深呼吸一口气 缠声道 阁下在清无神庭折服多日 应当清除我和长教梁灵虚之间 视同水火 表面上看似是在争夺权柄 实则我一直是想有朝一日 能为心尧祖师洗刷清白 而梁灵虚是红真老祖的大弟子 据我所知 很久以前 就是红真老祖下达命令 将心尧祖师师做了宗门叛逆 予以除名 故而要想为心尧祖师洗刷清白 我只能去和梁灵虚争斗 在这一点 我和阁下有着共同的对手 听完 苏义道 你就不担心 我会借此机会对清无神庭不利 魏中摇头道 阁下既能被青梅魔主和麒麟神族看重 绝非寻常之辈 若真要对清无神庭不利 大可不必苦心故意折服在清无神庭 苏义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大长老魏中的确很厉害 分析得头头是道 并且阁下与我合作 我自会帮阁下妥善解决今晚发生的事情 魏中再次说道 柔翠 阁下以后想要继续在我清无神庭折服 也不会出什么差池 苏义想了想 道 也罢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能否让我相信你的话 就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了 魏中顿时如是重负 道 多谢 他知道 自己不必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了 神渊古城 麒麟商会 苏义和大长老魏中返回后 就各自返回居所 就像没事人似的 虽然没有解释什么 可一直在麒麟商会等候的繁华圣心中已清楚 这位尊贵无比的肖道友已对魏中网开一面 对此 他自不会再多问一句 作为其林商会设在神渊古城的总管事 他很清楚什么该打听 什么不该打听 什么事情该忘了 什么事情不该忘 一切都得心中有数 房间中 苏义盘膝而坐 随着运转修为 一身道横水道驱城般 真挚真挚的造物镜大圆满地步 果然 战斗才是锤炼道横最简单有效的途径 苏义暗自感慨 和元山老祖的这一场激烈厮杀 让他不止印证出自己的激进战力 也顺势将一身道横锤炼 再加上何求神酿的作用 让他一身修为彻底修炼到造物镜的大圆满地步 接下来 就该考虑突破造极镜的事情了 苏义一边打坐 一边私存 造极镜 取登峰造极之意 被称作是中卫神 踏足此镜 道驱 神魂 乃至一身神道法则都会产生至的蜕变 多个 在突破此镜时 也将面临一场可怕的神劫 神道路上 神劫众多 其中最可怕的 便是三灾六难 三灾 分别是神火灾 神魄灾 神道灾 六难指着的是针对心境的六种魔难 也被称作六种心魔节 分别是寇心难 六欲难 之我难 行道难 风魔难 寂灭难 这六难分别针对六种修行路上 最凶险的心境之密 最是可怕 在突破造极境时 就将面临三灾中的神火灾 以及寇心难 六欲难 这两难 换而言之 仅仅是突破造极境 就要面临一灾两难之劫 度过去 自可以扶摇而上 踏足造极境 度不过 便是身陨倒霄 灰飞烟灭的下场 苏毅很确信 针对自己的破镜大结 注定和其他人不同 会极端的禁忌和恐怖 度过 有过破镜成神石的经历 让苏毅到也不忌惮这些 当我踏足造极境时 也不知会凝练出怎样一座大道神台 苏毅有些期待 神道路上 神格是神奇的大道之根 凝聚于神台之内 淬炼于神火之间 可演一身猪般大道于其中 而大道神台 唯有在造极境才能凝练 此境的标志 就是所掌握的神道法则 凝聚在大道神台中 聚拢在头顶灵台之地 随着心念移动 可让大道衍生万象 显露出无穷变化 像古籍中记载 修行之辈在聆听神明传道寿夜时 往往会用天花乱坠 妙相恒生等字眼来形容 说的就是造极境中卫神 那一身道行的显现 等我踏足造极境时 一身战力又该强大到何等地步 能够缺和处于何等层次的神主对抗 苏义打算 等解决古族西式的事情后 就开始为突破造极境做准备 一日一早 苏义从打坐中醒来 走出房间 前往主店用餐 不得不说 麒麟商会的餐食极为不错 无论早餐晚餐 都是在市面上很难见到的真羞美味 经由烹饪记忆真挚画镜的厨子 精心制作 仅仅是吃上一顿餐食 就和吞服了西式神药没区别 滋味又好 还利于修行 苏义自然不会错过 用餐食 大长老魏忠早已来了 除此还有繁华盛 小姐 你尝尝这百真海蛇羹 竟是用罕见的龙骨玉蛇的腹肉烹饪而成 其中更搭配了近百种神药精华 喝上一口 足底的上苦修一个月之功 魏忠笑着和苏义打招呼 看得出来 这位清无神庭的大长老 对麒麟商会准备的餐食也无比满意 否则不可能这么早就前来用餐 苏义点了点头 便落座开始品尝美味 反管是 这一桌的美味 怕是得花费不少钱财吧 魏忠笑问 繁华盛笑容温和道 钱财是小事 关键是食材太罕见 可遇不可求 仅仅是这些食材 便价值近百块不朽神经 而精油烹饪后 做出这样一桌真羞美味 其价值已远不是多少不朽神经可以衡量 顿了顿 他感慨道 小老在麒麟商会做事多年 也只有在我族找到最尊贵的客人时 见到过如此规格的宴席 魏忠不禁动容 震惊不已 他没想到 仅仅是一桌早餐 竟如此讲究 都不是多少不朽神经可以衡量 更没想到 麒麟商会竟把他和肖碱是做了最尊贵的客人对待 当然 魏忠很清楚 自己就是个附带的角色 真正尊贵的是肖碱才对 这么说 我们这些天所吃的东西 都是外界都很难见到的 魏忠忍不住问 繁华盛典头道 的确如此 魏忠暗吸一口凉气 大手笔啊 这麒麟神族无愧是天下财神爷般的存在 自始至终 苏毅都在安静地用餐 心中则在捉摸 以后等自己扫荡了一切大敌 也得找一些好厨子 天天变着法来给自己准备吃的喝的 直至茶宝贩足 苏毅正准备离开时 消失了一天的起威回来了 他依旧戴着面纱 一袭墨绿宽秀长裙 将那修长曼妙的身段 衬得绰约动人 如墨长发晚呈松散的发迹 行走时自有一股明艳照人 威仪十足的神韵 小道友 三清道亭已做出决断 将在三天后 对古族稀释动手 启威刚一回来 就翠生说道 并且 三清道亭今天就会向天下宣达旨意 若那苏毅主动现身 前往三清道亭低头赎罪 古族稀释的危机 自可以就此解除 说着 他一对灵谋 瞟了胃中一下 后者很失去地起身离开 苏毅坐在那 安之若素 启威来到一侧坐席上坐下 笑吟吟道 另外 我已经请来了一些老家伙 每个都很能打 若那苏毅真打算去 营救古族稀释 这些帮手都可以派上大用场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二期二百三十章 哭红的眼 苏毅一正 启威口中的那些 很能打的老家伙 必然都不是一般的 神主及人物可比 无为一 昨天10号 启威就是在做 忙碌请外援这件事 沉默片刻 苏毅道 我个人认为 那苏毅目前并不需要 来自麒麟商会的帮忙 岂微暗暗比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承认自己是苏毅 这家伙 还真不是一般的能装 而在嘴上 他笑隐隐道 先准备着也好 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 说着 他精神抖擞道 这一次 我可使出了浑身解数 请了一位了不得的大高手 谁 苏毅好奇 岂微眨了眨灵动的眸 道 妹妹 苏毅一声审笑 道 既然三清道亭 决定七天后 对古族西式动手 我和大长老也决定 今天就启程前往空明山 空明山 古族西式的祖的所在 你不打算提前动手 岂微忍不住问 苏毅心中一叹 知道已在无法隐瞒岂微 再掩饰下去 反倒显得自己太虚伪 他当即说道 不着急 到时候且看看 三清道亭摆出了多大的阵势 去对付古族西式 顺便也能看一看 又有多少老家伙 会忍不住跳出来 岂微明显兴奋起来 眼眸亮晶晶的 道 你 打算玩一票大的 苏毅摇头道 谈不上 只不过是想借此事看一看 这一场风暴究竟能掀起多高的浪花 岂微若有所思道 你看起来似乎很有信心呀 莫非已拥有帮古族西式化解危机的把握 苏毅笑了笑 道 妹妹 岂微 这家伙还真是挺能卖关子的 也罢 今天我陪你们一起前往空明山 岂微做出决断 当天 有关三清道亭将在七天后对古族西式动手的消息 向飓风般席卷天下 当即在灵霄神州各地引发大轰动 谁都预感到 这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 就将在古族西式所在的空明山彻底爆发 那苏毅会出现吗 肯定会 否则 三清道亭何至于摆出如此大阵势 这件事可早已闹得天下沸沸扬扬了 独策 据说早在半个月前的时候 空明山附近区域 就已经被三清道亭和多个巨头势力联手封锁 而古族西式就像龙中困兽 插翅难遂 当这一场风暴拉开帷幕时 他们注定没有任何胜算 只能被任凭宰割 古族西式的生死存亡 就决定在那苏毅手中 依我看 他怕是不得不来 天下间各种议论响起 而就在当天 不知多少大势力提前展开行动 派遣墙者 前往空明山 大雨滂沱 砸在屋顶瓦片上 顺着屋檐流淌而下 天穷阴云厚重 电闪雷鸣 偶尔有电光撕裂天幕 将那灰暗阴晦的天地照得一片惨白 西宁独自立在宣窗前 眺望天地间的大雨 没目见 有着一抹无法挥去的哀愁 他身着素色简朴麻衣 乌黑绣发用红绳 随意在脑后束缚了一下 除此之外 浑身上下再没有任何修饰和点缀 可这一切都难掩 他那一身清理绝俗的神韵 这一场大雨 已经持续了七天七夜 到现在还没有停下的意思 隐隐约约的 透过那沉闷的雷声 哗哗的雨声 有着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断断续续的传来 西宁清楚 那是宗族的大人物们在祖辞中争吵 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多天了 那些大人物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旁行 焦泪 绝望 沮丧 愤怒 恐惧 M Bike M E 不易而足 西宁抿了抿唇 心中暗自一叹 阿宁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让那苏意赶紧出现 不远臭 西月神尊忍不住道 再这样下去 宗族就会把你当作这一场灾祸的罪魁祸首交出去 连你父亲也在无法保住你 他神色间 尽是焦灼和担忧 过往半个月里 空明山外被完全封锁 以三清道亭为首的多个巨头势力 将各自阵营中的力量都调遣过来 对古族西室重重围困 这一切也带给古族西室上下极大的压力 就像头顶旋着一把剑 谁也不清楚何时会展落 故而无论是宗族那些老辈人物 还是妇孺孩童 全都惊慌无助 寝食难安 而在宗族 西宁更是被众多族人士做祸水 认为是他引发的这一场灭族之危 连西宁那身为族长的父亲 都被那些老辈人物不断施压 要把西宁交给三清道亭 这些天里 西宁一直被禁足在这座大殿 一如囚犯 哪里也去不了 处境之凶险 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些天里 也只有身为长辈的西岳神尊 陪伴在西宁身边 听到西岳神尊的话 西宁沉默片刻 语气平静道 苏道友和我们古族西室 可没有半点交情 而我即便可以和苏道友联系上 也断不会让他站出来 哎 西岳神尊恼怒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如此糊涂 谁不知道 正是因为你和那苏义 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才给我们古族西室 招惹了这一场弥天大祸 西宁俏脸顿时变得苍白 道 您也认为 是我的错 西岳神尊顿时意识到诗言 不禁愧叹一叹 道 这既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咱们宗族的错 一切都是那苏义所引起 依我看 他若真在意你 就必须站出来 独自去承担这一切 而不是让我们宗族成为替罪羊 西宁摇头道 您错了 这一切的过错 都在三清道亭头上 他收回眺望远处于目的目光 转过身 看向西岳神尊 温声道 您无需为我担忧 我早已做好牺牲自己的准备 顿了顿 他语气轻描淡写道 我会用我的命去帮宗族化解这一场无望之灾 西岳神尊心中一颤 怒道 那苏义究竟有什么好 值得你宁可死也不愿让他站出来 西宁喊平静 自始至终那清丽绝美的小脸上波澜不惊 毫无情绪波动 他似乎早已看淡了一切 轻声道 您别再操心此事了 气坏了身体可不好 西岳神尊神色一阵阴晴不定 悲痛道 阿宁 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 哪怕你死了 三清道亭他们还是会灭了咱们宗族 眼下 只有那苏义站出来 我们才能化解这一场危机 愁彩 别无他法 说到最后 西岳神尊几乎是吼出来的 可见他内心是何等愤怒 西宁神色一阵黯然 哼 大殿紧闭的房门猛的被人踹开 一个黑袍高大老着走了进来 眼神冰冷 道 太上长老有令 由我来将宗族罪人西宁带走 西岳神尊顿时变色 道 为什么 族长难道也同意了 还有 什么叫宗族罪人 什么时候你们就对阿宁定罪了 黑袍老着冷冷扫了西岳神尊一眼 道 族长已被革职给西宁定罪 是宗族所有人的决定 说着 他目光看向西宁 道 走吧 西宁俏脸苍白 一言未发 只轻轻点了点头 慢着 西岳神尊愤怒道 我知道 你们想把阿宁交出去 以求换来三清道亭的宽恕 可你们这么做 安 黑袍老着一挥袖 西岳神尊就被鸿飞出去 跌坐在墙角处 事关宗族上下所有人性命 你担当得起吗 黑袍老着脸色阴森 不怕告诉你 三清道亭已经下令 将在七天后对我族开刀 说吧 他一把抓住西宁肩膀 道 你别怪宗族无情 这一场迷天大祸 本就是由你引起 自当由你来承受这样的后果 你觉得呢 西宁点了点头 道 自当如此 我已做好赴死的准备 心中不会怨恨和怪责宗族 只请宗族能为我父亲考虑 莫让他老人家太难堪了 黑袍老着一阵 神色变得复杂起来 他长叹一声 道 若那苏义会出现 你兴许就不必去赴死了 说吧 黑袍牢着一手抓住西宁肩膀 将他带出了这座大殿 西月神尊贪坐在那 满脸的悲痛和黯然 他知道 再无法阻止这一切发生了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七风苦雨 山河会暗 祖此 西是一族的大人物 齐聚一堂 连那些闭关隐世多年的老古董 都列席其中 当西宁被带到祖祠时 一眼就看到了父亲西境山 西境山坐在角落处 面容枯高 形神落魄 仿佛苍老了无数岁 眉梢眼角尽是黯然 沙 祖祠内所有目光都齐齐看向了西宁 西宁却只把目光看向了父亲 心中莫名一阵酸楚和痛惜 眼眶随之泛红 他急不走过去 跪在地上 战声道 父亲 女儿不孝 拖累了全族上下 也拖累了您 两行青泪从那苍白绝美的脸庞滑落地上 泪珠如心事般 摔得稀碎 西境山心绪翻腾 他猛地深呼吸一口气 一把江西宁扶起 笑道 阿宁 这一场迷天大祸错的是三清道亭 错的是我们宗族太弱 而和你无关 在父亲心中 阿宁永远不会做对不住宗族的事 也从不是什么宗族罪人 言辞一字一顿 置地有声 响车祖辞大殿 在座一众大人物脸色都阴沉下来 细宁呆呆地看着父亲 情绪终究还是失